五月天的演唱會加場 而這三文章門票53分鐘就賣完了 現場情況連線給記者黃淑文 是 直播知名樂團五月天7月底要在台中辦演唱會 不過日前在網路上出現黃牛票的情況 那麼今天在活動中呢五月天也出現在現場 他也說明了這個賣票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訪問 我們知道還有很多人在網路上會找票啊什麼的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就是要小心 然後不要買黃牛票這樣 就是五月天這一次在台中3萬張的門票 真的在180秒裡面就賣完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沒有任何一個朋友有買到的 對 然後我自己手上也沒有票 所以公司特別就是更改了場地的規劃 再把舞台推到更後面一點 然後目前開放了戰票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應該大家還是有機會在 最後再搶個100秒好了這樣 好 我們可以聽到五月天的門票呢 在53分鐘就把3萬張的門票通通賣光 因為實在賣得太好 但為了要顧及廣大的歌迷要求 經過現場實地勘察與測量動線之後呢 五月天決定要追加搖滾區漫遊的戰票 在五月30號的時候中午12點開賣 那麼到時候呢台中參加演唱會的朋友 也將在五月天的3D立體電影中 行銷到全球各地去給觀眾朋友欣賞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況 把時間還給同類主播 好 短短五十幾分鐘就賣完了 可見他們的魅力